Tutu War 芭蕾戰爭 每個女生的蓬蓬群之夢 我就刻意畫很多的芭蕾舞者穿著Tutu 然後來表現這個展覽 蓬蓬群跟Tutu 它等於是芭蕾 不囉嗦 讓大家看到什麼是芭蕾舞 它裙下風光 所以大家想到就讓你看得夠 我把斷袋鋪滿 因為那個斷袋也是一個芭蕾舞之夢的那個連結點 印鞋的鞋帶 我用一個大家最熟悉的芭蕾舞劇的表演服裝來呈現給大家 就是天鵝舞 黑天鵝 白天鵝 蓬蓬群 印鞋芭蕾舞衣 多種芭蕾舞元素 構築出一場名為芭蕾舞戰爭的展覽 它是林炳豪 過去自創了台灣第一個芭蕾舞衣設計師品牌 現在的它還多了圖文作家的身份 一筆一畫勾勒出芭蕾舞者的姿態 筆下畫的不再是僅限於舞衣的設計草圖 取而代之的是多年來對芭蕾舞者的細膩觀察 而第一個觀察的對象就是兒時學舞的妹妹 你知道妹妹學跳的就是 每天就穿著小的那種砰砰裙 然後回來艾現 就是我媽也會說我們來拍照 你去把它打扮好什麼的 然後會裡面有一個瘋狂媽媽那種 剛穿上砰砰裙的妹妹 一心一意要女兒成為芭蕾琳娜的瘋狂媽媽 這是林炳豪與芭蕾的第一次接觸 此時她與芭蕾的連結僅止於此 直到國中的這一支芭蕾劇錄以待 我是說像這樣小孩 然後就是你完全沒有看過什麼叫做芭蕾舞的狀態下 你一定會很很驚嚇 對啊因為我覺得有那個衝擊啊 才能產生東西 然後那時候就是就莫名其妙就開始會 開始會亂化這種這種有的沒有的 但是就是芭蕾肢體 當班少男同學沉迷於電玩遊戲時 林炳豪的目光卻是聚焦於此 去書店啊或是什麼 就會開始去翻相關的那個圖 雜誌或者是什麼的對啊 然後慢慢的就會開始了解什麼叫芭蕾舞 什麼的 我覺得那時候是 呃 只是一個渴望 就是想要了解什麼是芭蕾舞 只是從未學過跳舞的她也緊直於欣賞 高中唸的也是從小擅長的美術班 直到一次為舞蹈班客串演出的機會 才正式點燃了她心中的小宇宙 然後 反正就是後面的一些群眾白白樣子什麼的 但那時候我才會去 我就自己 就是 騙媽媽的錢 然後去上舞蹈課啊 那時候 我覺得是 一半隻腳踏入 舞蹈世界 對啊 但是沒有完全 但是可能自己很愛面子 覺得 跟其他舞蹈科的同學好像差蠻多的 然後我要去上舞蹈課 但是我是美術科喔 老師同學們都覺得你瘋了 天分加上機緣 林炳豪就這樣誤打誤撞 考進了異校的舞蹈系 原本一週三堂 陶冶性情的才藝班也進而轉為生活 只有舞蹈 卻也讓林炳豪感到窒息 突然有一天就覺醒了 就是 原來我不是 不是喜歡去當一個舞者 或是又要當一個舞星 我只是喜歡表演藝術 對 就是這個藝術圈 儘管後來舞蹈系沒有念完 但對舞者的微妙觀察 也在這個階段大量累積 老師說 志婷出來吃飯的時候 另外那個你就會看到說 他臉就垮了 但是這些細節 我都會把它記下來 對阿 那我就覺得說 這太妙了 我想說我 我應該好好上課 或什麼都拿來觀察 在這邊 像是埋伏在舞者製造營裡 秘密調查的記者 加上後來自創 五一設計師品牌 常年近距離觀察 舞者的心機獨白 和爆笑內心戲 全都成了他筆下的創作 有一些譬如說 騎腳踏車會把腳撕開 然後或是做很多舞蹈動作 我說了就是他們24小時 全部都是舞蹈 就是很有趣的練 睡覺都在舞蹈 他們所有所有的生活 好像是為了舞蹈而活 我就覺得他們就很單純 對就是腦中只有舞蹈而已 是很可愛的 即便是離開了舞蹈教室 舉手投足 依舊展現出 我是芭蕾舞者的姿態 其實在林秉豪的字典裡 只有一個字 可以精準形容 他所觀察到的舞蹈世界 這一個舞蹈世界 不管是中國或是現代舞 它只有一個動詞 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動詞 產生叫做競爭 如果你可以當主角 你為什麼要一輩子當曲舞呢 是不是 沒有人一輩子想當曲舞 對於眼間的讀者們發現 書裡的舞者都只有眼睛 林秉豪這樣解釋 因為舞蹈他不用講話 他全部都用肢體表達 所以我不需要嘴巴 對啊 我只需要眼神 還有動作而已 其實在出版圖文創作之前 這些都只是他私下的隨性創作 但略帶戲音樂的表現手法 總能引起朋友的熱烈回向 我朋友就說 你不如就成立一個粉絲頁吧 對啊 我說蛤 這樣不是很假掰嗎 對啊 然後 會有 我只是在練習畫 對啊 然後 就 我就真的 試試看動了一個粉絲頁 就是芭蕾群音 被問到搞怪的粉絲頁名稱 林秉豪的答案讓人玩耳一笑 我想卡到很多音這樣 就讓很多那種怨靈啊 很多鬼在我身上 我是這樣自己開自己玩笑啊 透過圖像描繪出舞蹈世界的陰暗面 林秉豪靠的不單單是記憶與圖像 還有這個擺在工作室角落的小木偶 有時候你有不出來 有不出來 我就叫他 你滾開 就是 你不可能去舞蹈教室寫聲 就是有一些Pose的時候 你就只能 啊這樣 然後就稍微 畫一下 對啊 然後就是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對 就是 當你在想說 那個 那個肢體要怎麼表達的時候 你就自己會先 在這裡面 先模擬一下 包括書中 最受歡迎的討人宴同學系列 也是從這裡扭出來的 那一些都是我聽來的 或者是我觀察到的 有些就是 可能愛線 筋開腰軟 然後 每次就愛說反話 就是 腿可以舉到 我好愛用它做示範 哎呦 可能舉到 舉到這麼高 他還說他筋很不開 就是 就是 就是有這種人 然後就覺得很好笑 裡面全部都是 兩層都是 都是芭蕾 全部都是芭蕾 各個版本 什麼 光是比賽而已 小小的工作室裡 從櫃子擺的 牆上掛的 一直到桌上放的 都離不開芭蕾 儘管以幽默甚至略帶戲音樂的角度 點出芭蕾舞者的心酸血淚 但一張張讓舞者又愛又恨的圖文創作 反映出的卻也是他對芭蕾舞者的真愛